一加5T耐用性暴力评测 一加5T已经在海外正式亮相了 有关该机的测试正在陆续揭晓 今天知名测试达人就给我们带来了一加5T的耐用性测试 依然是传统的三项刀划 火烧和白弯 首先是刀划 一加5T的屏幕在末世硬度6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划痕 由此看出康宁大猩猩第五代锅里 防滑能力还是挺强悍的 指纹示威模块的硬度较高 刀划之下没有出现任何痕迹 金属机身在钥匙的暴虐之下 也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伤痕 不过金属外壳没有逃过小刀测试 闪网灯因此如此 然后是火烧 一加5T采用的是三星Omic显示屏 火烧之后屏幕会留下痕迹 最后是办案测试 一加5T的机身非常的坚固 任凭博主怎样的正反白都纹丝不动 总体来看 一加5T的机身坚固 屏幕抗滑能力也很强 总体表现优秀